好,凌晨了,1点33分的时候录制了一个梦啊 录制了一个梦啊,梦里边好像是在深圳嘛 在一家公司上班 好像有点比较下的想法是 我上班的第一家公司里边 然后好像为了要拿一些面额的那个 小青人的那个钱呢 他们想不到办法了 我用了楼室一笔好像搞了一个什么东西以后 一下子就把这个楼室去变现就可以变现一些美元 可能解决了大家流通的问题 对,流通问题解决了一个人家东西拿钱 我就没一起拿钱 这个一定没我的份 再后来 我以为这个面盆带子 在车里铺掉了 铺在那个车里面 好像没招好 哎呀,好像不知道这个怎么招 这个老板把他跳到我的车里面 好像很深地跳下去 他说鞋系在那个地方 记一下子,记在鞋上就行了 这样,我总没想到 后来人家又一批人去拿钱去了 我也不好意思去听到人家又没有我的份 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这些事情 好像要拿钱呢 就要替老板最紧一点 你去不弃醉的话就好像没我的份 是 哈利斯 他们干了一些很迷惑的事情 给那些非法移民 送钱给住 可以不劳而获 而本土的那个 美国这边的居民 哎呀 每天都在清清空空地在干活 但是每天都在交易当中度过 就怕房不负 买这片的钱不够 这个真是奇葩了,奇了怪了 奇了怪了 非法移民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但是只要投票跟民主党就行了 但已经到了这里了就不管了 已经在这里了就不管了 这个从来没见过 还有这样的政党啊 真是太奇葩了 真是太奇葩了 这样的非法移民到了这边 可以什么也不用干 就需要这边的美国人 来养一批蛀虫 社会的蛀虫 这个政场已经就不远了 一旦被人家精灭开了一个 这个党啊 这个主宰就在崩溃当中 现在就在崩溃当中 现在就在崩溃当中 进入了美国人民 这个政党 这个民主党正在崩溃当中 进入了美国那些 辛辛苦苦的劳动者 好 再见 再见